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師傅 你好 龍門長 你好 大聖劑瓜 資訊港又來 跟大家見面 今天有什麼新話 跟大家說一下 其實我們一直來講 武術 我們都很特別 很明確的一個關係 就是師徒關係 還是徒弟跟師傅學功夫 過去就有這樣的關係 我想問一問 徒弟跟師傅學功夫 他有沒有一個階段性 或者指標性的東西 令到他覺得這個徒弟是滿師的呢 就是有沒有這樣的畢業禮 其實學功夫是沒有指徑的 也沒有一個特別畢業禮 如果一個學員認識拜師之後 師傅就會開始留意他 兩方面 第一 人的品格 是 最重要的 對 個人很操守 另外 武術的進度也會留意他 你說如果這個學員的進度是好的 語言突出的 可能師傅會安排他 鼓勵他 你要開放手教我的功夫做助教 兩方面 第一 對他的技術是一個認同 第二 亦都會開始在一個教練崗位上面 給他留意一些經驗 這是真真的傳承 就是他懂得教你 其實以前比較明顯的是拜師 現在很多時候都不會是拜師 但是可能學了一些功夫班 其實那個嚴格程度還是一種關係 師生關係 沒錯 我想問 如果這一班這樣的朋友 跟你學師 學了武術一段時間 之後會怎樣 現在很多都是短期班的 可能是十堂八堂 或者某個環節 那些人真的報名 可能有救人延續 可能是全部新人 所以現在始終傳承都是需要維繫感情的 可能很多的武館 或者團體 就會一年多久 去組織一些聚餐 比如一些春節的聯歡 或者團拜 或者師傅的生日 或者會議 有些泡會 做一些宴會 跟一些不同的聖誕 去有個聚餐 就可以維繫大家的感情 也可以將一些新的發展 在會上 告訴大家 大家需要怎樣準備 有怎樣新的發展 大家要解到 我想現在都應該方便些 因為可能有些是網絡上一些 群組 或者一些專業 可能大家都 維繫方面都不困難 現在有群組 或者有一個透過電腦用網 其實可能更緊密了 但是聚餐始終是另一種情況 高興一下 開心一下 兩種都是幫助大家維繫感情 只不過是學完這個門派功夫之後 大家維繫一個途徑 增加感情 增加感情 你始終都會 希望大家都會團結在一起 才會發展 OK 我們一會兒再將我們的功夫 傳遞編裡面的基礎編 的招式 再拆解一下 好 余師傅搞定了嗎 準備好了嗎 我們過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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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太短了 怎麼搞的? 練習期間勉強打機 收起來 這動作記得嗎? 記得 退馬扎 提長 四平架打 都可以了 打成怎樣? 都可以的 不過退馬扎的時候 最好是先做一個 翻身動作 這樣轉就好一點 還有提長 提長的時候 這個身子一定會扭 不要一個平面 提長的時候 扣腳扭身 你會好一點 甚至四平架打 它是拍 看一看這裏 好 看一看拳頭 轉身的時候 兩個手 最小小向你左邊 就不要來到的時候 手移動 手盡可能 不要超過自己球的中線 肩頭或者頭的中間 如果再超過頭 最好就是 在肩頭的上方 成一項峰 這樣才會比較合適 方剛才師傅 我想問 退馬扎和少傑 怎樣運用 退馬扎 他就是說 退馬 就是一個 給對方緊迫緊的 你需要退避 而在退之中 尋求進攻的方法 解釋過來了 好 不太說 你踏過來 走不及你 退馬 這樣就打到 這個退馬 你那時候 你不算是轉身打 所以做的時候 為何要這樣轉 做好準備 回來 力量就會大 如果你的轉方角度 放在位置 太前或太後 你都會失眠 都會變 所以這個退馬扎 注意轉身動作 所以你平時套腦裏面 都要做一個注意動作 準備了 這個擺明是撤攻手 是防守 這個是進攻 另外講到那個 提掌那裏 退馬扎就是提掌 提掌那裏應該不要平面 提掌劈了的時候 一劈到手掌時 要伸去扭 向外外左邊 扭到伸去伸 因為為何呢 你進攻時 我一戰 如果我不夠快 怎麼進去 我把我的身 扭到伸去 就算我治不到伸 我都能夠避過你的場 如果你剛才說 我真的不夠快 我便會這樣 所以防守都要配合 不單是手的防 腳都要配合 有個閃身 我才能夠閃避 一個較為安全的閃避方法 至於那個四平駕打 你和字面上 就是一折 這樣 有兩個 比如對方一折 一折 打到 這個四平駕打 甚至乎 你可以說 這是一個拿手 將手對方提起的手 這樣打 所以為何我這手 不能夠過頭拿過來 這樣 自己都沒有力 但這樣來得到 有一個向上 在這裡 向上 這樣打 這樣就足夠了 所以 有四平駕打的招式 不要讓它 在肩膀上端 這樣就足夠了 謝謝 好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不過人都很多 不過很多朋友反映 他們想再多點朋友來參加 現在大家考慮了之後 希望給多些朋友參加 所以截止日期就現場了 現場到什麼時候呢 現場一個月 即10月31日 那裡面的內容、細則有沒有更貴呢 沒有 因為我們是延長的比賽 所以全部的比賽 一樣的 一樣的 沒有那裡 都是主要這個基礎編 還有自然的防衛編 沒錯 兩大類的 一個基礎編 和防衛編的 那些都沒有變 兩大類的 再加每一類的 有三個組別 都沒有變 一個人同時可以報名參加 兩個組別都可以 希望朋友能夠參加 珍惜這個時間機會 沒錯 因為我們都希望大家 疫情的關係 當然多些人報名參加 好嗎 OK 等你了 在11月29日在這裡 班長得見大家 好 拜拜 大家好 今天我介紹了一個 董佛的魚皮畫 董佛的魚皮畫 其實它的原材料 就是用大馬蝦魚 這個就是大馬蝦魚的魚皮 它製作了之後 就成為一個 可以作為魚皮畫工具的 一些材料 其實大馬蝦魚 很特別 它在這個淡水的地方 產卵 接著去到深海裏面 游了一段時間 幾年之後 會用栽培油回來 再產卵 其實它經歷了深海 很冷的時候 魚皮非常硬 是適合做這個畫 其實這個拍製作 還要把魚皮做衣服 做其他做魚皮衣服 做魚皮蟹 做魚皮蟹 所以它們有魚皮部落的稱號 其實它做了畫 之外還有一些這些畫點 這個都是不同的畫點 所以它這個文物很特別 在這個東北 其實它在中國人數最少的文物 只有五千人 希望大家關注這個畫 多謝大家